電視來說最高階面板OLED 然後它的黑色它是純色 純黑純白 一進門就找電視 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推升窄經濟 3C產品熱銷 連帶面板價格持續創高 甚至寫下連廠一年的盛況 台灣雙虎攪出亮眼春季丹 面板廠友達累計前八個月 合併營收2446.52億元 年成長48.9% 而群創也不遑多讓 累計前八個月 合併營收2407.06億元 年增45.45% 但隨著疫情穩定 部分尺寸面板價格下跌 電視部分呢 我想剛才說明了 從中小尺寸低波漲勢漲多 然後接著往中大尺寸 所以我們在今年年度 我們也預估市場的需求 尺寸持續放大1.4寸 那這個對整個整體產能的趨化 是相當的健康 強調營收不受影響 但這兩個月股價卻直直落 有達群創掉回一字頭 如今出現轉機 包含中國近東方 TCL 還有韓廠的LG 約有六座廠各自減少 每個月約兩萬片左右的 玻璃基板投片量 他們的減產 其實主要是讓這個 整個這個供給減少 那當然對台廠 其實也是會有更多的一個 轉單效益 減產能穩定未來價格 不至於供過 餘求導致崩盤 最近幾天 即使外資不斷下調 雙虎的目標價 本土投信卻充滿信心 連續買超 友達跟群創 以面板股 不管是在基本面 或在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跌到這裡 短線上應該再跌的空間 應該是比較有限的 專家分析 面板股確實有反轉的契機 但不大可能回到上一波的高點 比較適合短線操作 詳細宇官方向 Tipto